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宋飞正传中克莱默的拜年者 迈克尔·理查兹 他分享了自己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衣服和鞋子 成功塑造了这个角色 并对这部剧的成功感到震惊 然而 尽管聚集大获成功 他却因为被定型而难以找到其他角色 接下来我们关注法国足球明星基里安穆·巴佩 他最近警告称 其右翼势力在即将到来的法国选举中有可能上台 这位出生于巴黎的25岁球星 呼吁法国人民支持多样性和宽容 他的呼吁正值极右翼国民联盟党在民调中领先之际 而马克龙总统则希望通过限制该党的权力 来防止民粹主义的蔓延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MM6 Maison Marjila 与Salomon 联合推出的全新鞋款 这款名为X4MU的鞋子将跑步鞋与脱鞋结合 去掉了鞋跟 成为了一款定于穿脱的鞋子 他将于6月24日在精选精品店发售 售价395美元 预计会因户外运动鞋的潮流而受到欢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麦克尔理查兹为了在送飞正转中塑造克莱木 付出了大量努力 他在南加州的二手商店里寻找60年代的特定服装 最终积累了超过60件衬衫 夹克和裤子 但只有两双鞋子 因为只有那两双鞋子 他感到舒适 理查兹在新书Entrance在Exit中详细讲述了成为克莱默的幕后故事 尽管他未曾预料到送飞正转的巨大成功 但克莱默成为了观众的最爱 理查兹也因此获得了三次爱美奖 然而理查兹在接受奖项时的谦虚 反而让观众觉得他在搞笑 他在领奖台上沉默了30秒 观众以为这是他的表演 理查兹表示 他在送飞正转结束后很难再获得其他重要角色 因为他被定型为克莱默 尽管如此 他对自己在喜剧领域的贡献感到自豪 并希望他的儿子也能在喜剧方面有所成就 《悉尼陈锋报》报道 法国足球超级明星姆巴佩在乌州足球锦标赛期间 首次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警告国家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 姆巴佩呼吁法国人民支持多样性和宽容 并表示不愿代表一个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国家 随着其右翼国民联盟党在欧洲选举中的胜利 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解赛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 国民联盟党在民调中领先 而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党则远远落后 阿克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法国民众认识到极右翼的危险 并在2027年大选前阻止他们进一步崛起 尽管姆巴佩的干预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尚不明确 雅虎美国报道 Evm6 Mason Marjila和萨文门合作推出的 XT4木类鞋即将发布 这款鞋子将越野跑鞋的后跟窃掉 变成了一款便于穿脱的拖鞋 鞋面上印有mm6的标志 鞋舌上的织带也有新的联合品牌标志 快速季带系统仍然保留 鞋子的配色包括全黑色透明黄色与叶颜蓝的混合色 以及亮眼的光谱蓝雨白色和春天花树色 mm6和萨文自2023年开始合作 此前也推出过多款受欢迎的户外鞋款 XE4因其日常穿折的舒适性而备受赞誉 采用双密度EV提供缓冲 并由全长的敏捷底盘股价稳定 XE4木类鞋将于6月24日在双方网站及精选精品店发售 售价为395美元 Yahoo UI夏至 这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标志着北半球夏季的正式开始 今年的夏至在6月21日太阳达到天空的最高点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以各种传统和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天 但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 夏至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夏至是地球轴倾斜的结果 使北半球接收到最多的阳光 因此成为一年中最长的一天 最短的夜晚 现代人通常会在夏至这天享受户外活动 这些仪式和庆祝活动不仅是对自然周期的敬意 也是对祖先传统的反思和对灵性实践的更新 Yahoo YouSpot Off白宣布在美国推出新的基础订阅计划 每月收费10.99美元 比现有的Premium个人计划便宜一美元 但不包括有声书的访问权 新的基础订阅计划提供无广告的音乐和播客 但不包括每月15小时的有声书收听时间 Spotify最近提高了大多数现有计划的价格 个人计划从每月10.99美元涨到11.99美元 家庭计划从16 99美元涨到19.99美元 Premium Duo计划也涨价至每月16 99美元 SoCotify还提供一个每月9.99美元的仅有声书计划 为了支付更低的音乐版权费用 Spotify在美国推出了音乐加有声书的组合计划 然而这引起了国家音乐出版商协会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将导致词曲作者和艺术家的机械版税支付 减少每年一 5亿美元 尽管Spotify声称创作者的整体收入将继续增加 但这一争议仍在持续 Telegraph Dr. Quarton的第二本小说《I'm Will Crash》 延续了他在首部小说Little Scratch中的实验系写作风格 讲述了主人公Rose与他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 小说开篇Rose意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兄弟 随后接到电话得知兄弟因车祸去世 Rose回忆起兄弟曾威胁要开车撞毁他们的惊险经历 这些记忆与他当前的悲痛交织在一起 小说探讨了女性在面对性暴力威胁时寻找安全空间的主题 然而尽管Watson的结构和形式具有冒险精神 但他的语言却显得平淡 缺乏心意 Rose的内心世界被过度关注 而缺乏对他本人的深入刻画 Watson需要在未来的作品中开辟新的方向 通过关注外部世界探索新的领域 这位法国人尽管并非英国人 却拥有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英国谋杀案的衰落一文中描述的完美谋杀者的许多特质 2008年他的伴侣澳大利亚音乐大亨彼得·艾金在可疑的情况下去世 德斯·帕利埃尔继承了艾金的遗产后 立即向国家信托基金捐赠了22万英镑 用于修复克里夫登庄园的紫山迷宫 还向保守党捐赠了一大笔款项 德斯·帕利埃尔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 但在20多岁时 他的生活开始变得阴暗 他曾在派对上给民设计师阿尔·贝托·贫托的饮料中下药 随后他的家人指控他毒害了贫托 他的祖母以及家里的狗 德斯·帕利埃尔与艾金在1988年相识 2008年再次联系上市 他声称自己是一名成功的代替企业家 还参与了波士顿法律和豪斯医生的剧本创作 两人很快成为伴侣 但数周后 艾金在巴黎的一家酒店中去世 德斯·帕利埃尔迅速安排了浅路的火化仪式 后来艾金的朋友们怀疑他的死因 经调查发现艾金的器官中含有致命剂量的铺热吸痛 而遗嘱也被证实是伪造了 尽管德斯·帕利埃尔最终被释放 但他在2022年因新冠去世 未能接受审判 苏奇·沃特豪斯在创作他的新专辑时 受到了生活中变化的启发 自从他发布首张专辑以来 他与演员罗伯特·卡丁森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他在接受瑞利欧逸的采访时表示 这段时间如同旋风般 他希望新专辑能反映这种感觉 因此他将专辑命名为《曼姆尔法·斯卡尔科夫斯》 引用了一种最近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食人蜘蛛 苏奇表示 他觉得这张专辑象征着一种蜕变 是生活的新季节 他研究了这种名为 《Maretus Jacketusa 孔雀之珠》 他因其五彩斑斓的外观 被昵称为《Sparrkhost 》这张专辑的首支单曲 《SuperSar》将于9月13日发布 是对他极度混乱生活的一种颂歌 苏奇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巡演 《Telegraph of Affey》 1912年奥地利犹太作家斯特·凡·茨维格 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20多岁不知名女性的信 他自称是茨维格的仰慕者 这位女性成为了弗里德里克茨维格 1922年茨维格发布了他最著名的故事 《一个陌生女人的男性》 想树立一位年轻女性给一位著名作家的信 信中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是作家的邻居 并在成年后与作家度过了一夜 但作家却不记得他 茨维格在1939年与比他年轻很多的洛特结婚 三年后由于对希特勒失败的前景感到绝望 他们在巴西的佩特罗·波利斯自杀 洛特的侄女伊娃·阿尔特曼仍然记得这对夫妇 他回忆起茨维格的公寓以及他对语言的热爱 茨维格在战后搬到巴斯 伊娃和他的堂兄妹也随之搬迁 茨维格的作品在战后被重新发现 尤其是他的传记和小说 克里斯托弗·汉普顿的新改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将在汉普斯特德剧院上演 汉普顿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34年 并将茨维格自己作为故事角色之一 《环球邮报》报道了2022日的畅销书榜单 其中包括精装想书《棒单》 其中当《非想说》 精装小说《加拿大想说》 《加拿大非想说》 儿童书籍《自我提升》和《烹饪类书籍》 精装小说《棒单》中 弗里达·麦克法登的女佣在看着位居棒手 艾莉·黑泽尔伍德的《不在爱》中紧随其后 约翰·格里莎姆的《卡米诺的幽灵》 已经在《棒单》上停留了32周 而麦克尔·克莱顿和詹姆斯·帕特森合作的喷罚 也表现不俗 非小说类书籍方面 乔·纳森·海特的焦虑的一旦稳居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比尔 马赫的这位喜剧演员说的话会让你震惊 在加拿大小说《棒单》中 卡丽·福琼的这个夏天会不同继续领跑 而西色马歇尔的奥黛丽 詹姆斯的秘密历史则畏惧第二 自我提升位书集中瑞安·霍利迪的正确的事 正确的时间心上榜便夺得第一 《悉尼陈丰报》重新出版了 《贝弗利法莫》的经典小说《独自一人》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1980年 讲述了1950年代澳大利亚一位年轻女子的故事 她独自生活在租来的公寓里 努力成为一名作家 同时还在为失去的爱人 而心碎 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 展现了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孤立 成为对社会不公的有力批判 法莫以其对细节的敏锐观察 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著称 她的作品常常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情感过敏 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 是女主角在胸口壳下LVE一词 这一情节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 显示了法莫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 日经亚洲报道在英国翻译一次日本的小说近年来大受欢迎 销售额增长了40% 达到约700万英镑 特别是穿口俊和的在咖啡冷掉之前系列大受欢迎 在2019年油皮靠尔出版以来已经售出超过26万本 法国读者对该系列的热情更高 销售量远超英国 除了穿口俊和 其他日本当代作家如穿上美惠子也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他的作品天堂在2020年入围国际不可奖提名 英国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不仅见于温习小说 还包括探讨孤独和自我反叛的作品 这些主题在年轻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银 随着全球化和社交媒体的普及 英国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探索欲望日益增长 这位亚洲文学在英国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导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费 康林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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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